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全面渗透和操弄美国政府、大学、传媒、智库、企业和桥界 报告指出中共当局除加强国有媒体在美国的英文基地外 同时还铲除和收买曾经服务于美国华人的诸多独立中文媒体 甚至拦止中文网站等新媒体 就中共对海外媒体的红色渗透问题 我们连线专访知名媒体人黄河边先生 下面有起黄河边 黄河边您如何看待中共对海外媒体的渗透 张博士好 我呢在海外15年时间 那么一来以后呢 确实是就很快就加入了当地的中文媒体的工作 那么应该在这方面呢 应该讲还是有一些切身的一些感受 那么仅凭我自己的观察呢 我觉得海外这个中共的渗透呢 它主要是分成这样的几种方法 首先呢 它是这个对海外媒体的一些代理人呢 确实呢 这些年呢 他们通过成立所谓的华人媒体专业协会的方式 那么这个呢 还确实有了很大的这个效果 他们每年呢 都会组织专门的培训 组织专门的这种访问 包括呢 给他们到比如说人大会议 两会党代会的采访呢 提供很多的便利 还给他们呢 这个颁发一些比如说十九大宣传的 这个叫什么 他们叫宣传员 宣传大使 现在呢是越来做得越明了 以前呢还比较的 比较的这个隐秘 现在是大张旗鼓啊 有些照片呢 比如说跟人民日报合作 跟这个环球时报合作 那都是大幅照片呢 不忌讳 不回避啊 你们了解或者是知道 所以这个呢 恐怕是 最近这个发展的是 有一些让人觉得 完全是没有任何顾忌了啊 那么第二点呢 我发现呢就是 他们主要还是用 比如说媒体和媒体之间的这种合作 那么这种合作呢 主要就是由党报 他们都说要走出国门嘛 然后参加这个大外宣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交响乐 那么这些年呢 应该说 主要的以大陆背景新办的这些华文媒体 都有定点合作的媒体 那么这个呢 恐怕是他们整体啊 有一个整个的布局 你比如说 一些报纸 他们不是跟中兴社合作 就是跟一些地方的报纸 比如说上海的什么某某报 江苏的某某报 某某台 北京那就更多了 那么对于一些传统意义上的一些 当地有台湾人香港人办的一些媒体呢 他们也在采用一种 比如说节目的合作 因为老的媒体呢 一般都是电视台和电台 他们都是媒体的合作 搞什么电视周啊 广播乐啊 这些东西呢 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这些报纸在传播 按照他们以往的方式传播的时候 往往会顾及到一些 这种合作的一些 事先的一些 没有写进条文的一些约定 那么这些约定呢 我认为这些年的作用 应该说是 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他们那种 所谓的红色文化渗透 那么这种呢 其实从他们的一些 所谓惠桥的演出 有意的选一些 诸如像红色娘骨君之类的 这种节目啊 来拿到国外来 一笑大方 那么这个呢 其实他们在之前 应该知道 这种节目究竟会不会在海外 引起一定的反弹 但是他们现在都不顾忌了 这个搞这种演出 最近不是澳洲 还有一个什么 这个湖南的那个 什么革命题材的这个节目吧 这些东西呢 就充分说明了 这个现在的一些做法呢 由于中国和西方世界的这种 在宣传媒体文化领域当中的交流的 完全的不对称 造成了啊 这个现在的这种 应该说是非常紧迫的 这么一个啊 大的环境 而这种大的环境呢 现在应该说是朝着一种 比较坏的方向发展 因为反制的能力 非常的有限 我们从这两年 就我们加拿大为例 仅仅因为一份华文媒体的 这个报纸的副总编 刊登了一则 刘晓波不幸去世的消息 就把人家炒了鱿鱼了呀 当场炒了鱿鱼 我本人也有这样的经历 我仅仅在这个报纸上 这个专栏开了十几年了 仅仅因为批评了加拿大 这个来访问的 那个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 把你这个专栏立马就停了 不给任何理由 说这个专栏没人看 我说没人看嘛 那你也让我弄到年底嘛 对不对 你也不要立马呀是吧 你这个吃相太难看了 但是呢 因为这种做法 得不到一种社会 比如说特别是华人社区的一种批评 仅仅是作为当事人 你在那里做一点 象征性的反抗 那么导致呢 这个媒体现在是 华文媒体啊 现在是越做 这个应该说是 原来呢 还只是汉背心 甲克山 现在是赤膊上阵 而且他们不需要顾忌后果 因为 因为这个加拿大美国这样的地方 你这样做了 最多也就是 劳工法 什么仲裁法庭 什么去打打官司 然后他才找一帮子的证人 跟他利益有关的证人 所以这个官司也未必打得赢 所以我明年呢 就是2019年呢 我会帮着这个 原来被炒鱿鱼的那个副总编呢 去做个证 那么他呢 这个 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一个副总编 仅仅就是因为刊登的这条消息 就炒了鱿鱼 情况非常的危险 那么我们主要是认识程度 以及反制的这种能力有限呢 导致问题还在不断的蔓延 那现在呢 中国日报这样的报纸呢 现在在加拿大 都是有好几处的这种分印点啊 他的这种合作的媒体呢 都是非常高调的向大家讲 就是我们跟北京的这个喉舌媒体合作了 怎么样怎么样 而且呢 像诸如环球时报这样的特约记者呢 那个也是 现在也是属于那种 那个发出的像中国这个读者 这个发出的一些报道呢 很多其实都是 好多都是蒙人的 但是呢 没有办法呀 是吧 他们在这个加拿大这片土地上 现在不是还赚着中国这个大外宣的钱吗 啊 所以呢 他们有的时候呢 罔顾事实 写一些只有中南海的人喜欢听的那些报道 啊 我们也理解了 也是一种活法了 也是一种活法了 但是呢 这种状况确实 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的这个重视 黄河边你觉得啊 中共这种红色渗透 对加拿大对海外 会产生哪些危害呢 其实哈 我觉得 这个 你这个问题是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就是 他其实彻底的妖魔化了我们这一代移民啊 让这个西方的这个主流的社会 他看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 与世界不同的这个 这个中国以及 这个这一群移民 在他们的眼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国的符号 他忽然发现你们这拨人来到这里 跟古巴的不一样 跟越南的不一样 跟其他的中东一些 这个专制国家不一样 你们这帮子的人呢 还真是与众不同 所以这个可能本质上是妖魔了 化了我们这个群体的 我说的这种移民的样本了 这个几十年都不会改变 而且这个现象已经渗透到我们的下一代 这边的这个留学生什么等等 在他们的现在的这个心目当中 中国人是怎样一种形象 对于专制的那种隐忍 对于一些偷鸡摸狗现象的 那种纵容甚至加入 有人说你这个是给自己 族裔这个抹黑 这不用我们自己抹黑 人家都看得很清楚 对不对 你登了一个刘晓波去世的消息 有什么大捏不到天涯压下来了 为什么要把人家给开除呢 是不是这个人家一看就看不懂 是吧 那么第二点呢 我觉得对于这种 我们说的红色渗透也好等等这种 群体式的 我说的是 我们说的这个海外华人社区了啊 应该说是群体式的 这种无力的这种反抗 其实是在很多华人聚居的城市 都是普遍存在的 没人愿意来做这个出头的馋子嘛 你去反抗他干什么呢 算了嘛 因为不影响我们的生活嘛 是不是 虽然西方社会给了我们 这个新闻的自由 其他的自由 但是我们可以不用嘛 对不对 如果你们要是来破坏这个 游戏规则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不说话嘛 我们这一代人啊 就是说我自己也觉得 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 我觉得对自己 以及这个群体挺失望的 真的是我们拥有了 这么好的环境和条件 但是好多人放弃 他不是一个放弃 就是对于那种 来破坏这个环境的这种人和事 没有反抗的 那么这就导致呢 所在国的政府 以及他们的主流的声音呢 有可能对我们这个华裔社区 有一种误判 也同时会导致呢 移民二代在进入主流社会的时候呢 会产生一些风险 那么这个呢 其实我们今天把它说破了 反而好 但是呢 有的人说他不能 这个家属不能外扬 这个不要说 我们都知道 其实我们以前只有一个唐人街了 现在我们把整个华人社区 变成了一个 没有唐人街街道的一个唐人街了 这一点呢 这一点呢 在纽约在这个这个美国西海岸 以及在加拿大的这个温哥华 多伦多这些聚居华人的地方呢 其实已经早就存在了 只是我们不愿意来接个 这样的一个窗吧 第三个呢 我觉得这种温透 可能对华裔社区的良性发展 特别是尽早尽快的融入居住国这个社会呢 会造成很大的阻力的 那么第四个呢 我觉得对于我们华文社区 华文媒体这个群体啊 他的良性发展 其实呢 也是带来极大的影响 由于这种渗透 导致华文媒体工作者 他必须按照以前在中国大陆的那一套 又到这边来重新搞一把 那么你还指望出现多少啊 华文社区的独立的声音呢 更可怕的是有些独立的声音 都被这些人剿灭了呀 所以呢 我很失望 这个15年的观察给我的一个感觉是 我们的自由度越来越大了 但是我们这个社区的 这个自由的这个氛围呢 在媒体这个圈子里面 越来越中国化 这个呢 也是这种红色渗透啊 种下的恶果 而且这种恶果呢 极有可能还会延伸到下一代 就是我们下面这一代 留学生出来承担我们责任的时候 有可能比我们更加的胆怯 所以在中文媒体这一块 我是不看好啊 我当然要展开这个话题要说很长的时间 因为有具体的实证来说明 就是你比如说我的我的专栏被被驱除 包括这个副总编被开除 有哪一个人啊 就是比如说啊 业内的大佬吧 华侨社的领袖 说句公道话 没有嘛 让你们自生自灭 谁叫你们去搞的 惹出这种事情呢 是不是让领事官很不满意 让这个这个他们想象 可能让中国政府很不满意 其实吧都是多虑了 在西方我们这个华文圈这里面 登一条刘晓波的消息 而且还是用新华社改写的 有那么大逆不到吗 你们没标准比宣传部还强了 所以呢 有些人呢 他看不到宣传部的文件 在这变成是一件坏事了 他看到还好一点 他知道你做怎样的姿势 对不对 他在海外的这些大陆背景 那些媒体人呢 媒体老板呢 他们看不到这个文件 发不到这一集嘛 所以他心中撞了一个宣传部 这个就麻烦大了 就通过他自己的水平去一想 想象这个肯定 领事官不满意 想象这个别影响我明年去采访两会 然后呢 他就做一些高调的做一些 不靠谱的事情 来取悦于 献媚于 他所崇拜的那个体制 所以这个真的是不止啊 但是呢 这种现象还在继续中 黄外边 我们就谈一个发生在加拿大的事 您知道孟晚舟这个案件 您也曾经参加过他的这种保释听证会 进行了实况报道 很多网友是通过您的推特啊 去了解事实动态的 那么孟晚舟事件 红石渗透 又对他产生了哪些影响 最近中国又抓了第三个加拿大人 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呢就是自从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 我一直在观察华人社区 我们说的这种两种声音啊 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来显现 那么后来发现呢都是暗兵 先看一看 其实那一天就是停舍那三天呢 西方的所有主流的媒体啊 就是我们想得着的都出现了 而且都在外面候着场 他们有大把的时间啊 因为因为没有结果吧 只能在风中在雨中 在阳光下面在等候 所以那个时候 你如果展现什么东西的话 第一时间就传遍世界各地了 但是没有趣 我们这边有一个联合会啊 那个本来我以为他们因为高调都支持孟晚舟嘛 那么我以为他们会去 结果呢那个主席见到 我说我们都我们手下留情 口下留情 到时候我们都就是私人身份了 都是以私人身份去的 但是如果他们要组织的话 至少可以组织像孟晚舟这种事情 组织三四百人分分钟啊 甚至来更多人 那么但是呢没有 那么另外一个群体 比如说法轮功啊民运啊 或者怎么样 他们也没有 所以呢这一次呢 都是零星的出现 把他淡化成为一种啊 这个个体的对于这个世界的关照 我觉得呢 这个还是让我觉得可能啊 我觉得这些桥舍的一些负责人呢 应该是他们事先呢 做了一定的这个预估 他们觉得呢如果要去的话呢 可能在加拿大这一头是没法交代的啊 因为毕竟呢 这是一个关于加拿大司法独立精神的 这么一个啊庭审吧 你过多的表态支持孟晚舟呢 有人说你你是不是跟华为有什么关系啊 别一弄弄了一屁股嘛问题了 所以呢我觉得就第一阶段来看呢 呃这个调摄是这样 华为媒体是更是这样 华为媒体呢大多呢是按照新华社人民日报的口径了啊 呃这个对孟晚舟没有批评的这个 呃这个这个报道这是肯定的了 呃但是呢呃也没有太多 就是说帮衬的这种啊这种声音出现 这个也是事实 只是呢说这这个不能够让一个女子呢 呃承担这么大的一个一个事情 而且呢加拿大呢应该释放他 为什么呢是因为呢呃 呃这个这个事件呢就是好像是觉得 是亲密于呃这个美国的这个压力啊 什么等等 总体呢呃还是可以 但是有一个观察点就是明年的2月6号 明年2月6号他的这个引渡的这个庭审啊 我觉得 我觉得要出事 出啥事呢 就是这个 这个很多这个 很多这个声音又要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舞台啊 所以 那个时候有可能会激烈 我也听到了一点声音啊 他们会去彰显自己的主张 呃那么是不是以群体的还是个体的出现呢 到那个时候才知道 现在呢应该还不知道 那么在四天前呢呃 呃我们温哥华当地的有个叫加拿大人权 中国人权关注关注组啊 是到了中国驻温哥华的领事馆 我也报道了呃 他们和温哥华的支援中国大陆民主促进会 呃他们一起呢到中国领事馆门口要求释放 呃加拿大的这个两位公民当时只是两位 那么昨天又得到消息说是三位了 但我觉得呢 中国政府呢常常在这件事情这些事情上面 他们做出一些过火啊 偏激的这种行为 就是他们只顾泄愤没有考虑到国与国之间的一些最起码的一些东西 也罔顾加拿大这样一个民主的社会 他们的司法独立的精神 举一个例子 加拿大这个有一个这个这个要要要建造输油管道 政府的这个决定呢受到了我们温哥华所在的BC省政府的呃和邻近一个省的互相之间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矛盾 那么在这个时候 政府就说了哎一切有法院决定 最后政府输了呀这个计划搁浅了呀重新改造啊啊调整以后再能进行了啊 你像总理都没有办法自己政府的决定都没有办法在法院里面啊那个搞成 你那孟晚舟你多大的面子 说是总理一个招呼司法部上一个招呼 就把人给撩撩出来了 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吧 所以你对加拿大这个这个这个司法的体制 都没有最起本的了解 只是泄愤啊 美国你有本事你去泄愤去 你去弄加拿大干什么 加拿大人地大但人少啊 扛不下你这个这个这个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报复嘛 所以加拿大加拿大没有办法了 加拿大的驻中国的外大使馆 昨天只能在网站上把白球恩老大爷请出来了呀 把他那个这个白球恩的故事嘛 重新在这个自己这个大使馆的网站上贴出来了呀 就告知大家你看看在白球恩老先生的面上啊 放我们一马啊 还有一些加拿大的一些国会议员把政党的恶斗也用在这个上面了啊 昨天有一个也是我们这个省的一个联邦新民主党的一个国会议员啊 他就说了就孟晚舟不能交给美国啊 不能交给美国因为因为川普啊 这个这个这个叫这个人呢 有可能会影响我们这个加拿大的司法独立 哎他是只说了半句话了 不交给美国交给谁呢 这这后半句话我们就不帮他填了 但是加拿大三个公民被抓他怎么屁都不放呢 所以好多人呢 哎我们做法呢就是也觉得就挺匪夷所思的 但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他多元的声音嘛啊 我们也没有办法 所以有的时候当民主制度跟一个专制的体制啊 互相之间有什么摩擦的时候呢 我发觉有一个特点啊 一个教授跟一个流氓地痞村上的小混混 这个如果真的要是要对掐的时候啊 未必那个文明一点的那一方在势头上占优势啊 有人选边的时候他情愿 跟这小混混为什么呢 别小混混晚上砸我家窗户怎么办呢 对吧我先保个自己是吧 这个呢其实呢我也可以理解 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这代移民来到了西方这个社会 我们享受着西方的文明 我们也要践行西方的民主 在是与非假与这个真啊 这个美与丑的这种鉴别当中呢 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真实的想法说出来 政治的立场没有关系 你站在中国政府一边也没有关系 但是呢 这种是非昭然的事情 你就不要再过多的掩饰自己的立场 或者说纯心用假话去骗中国的政府 中国的老百姓 这叫坑爹啊 所以我觉得坑爹的事情不能做 我们发现了 这你刚才说的这种现象确实存在 但是我很疑惑的是 好像西方社会对中共的红色渗透啊 一直反映的非常麻木 这又是为什么呢 哎呀其实讲到这个问题呢 我们也都非常的伤感 因为过去这25年啊 就美国以及西方主要的发达国家 就所谓他的这些盟友 确实他们自作聪明啊 他们的一些所作所为呢 其实真的是让人看不懂 他们让这个中国的这个 可以说是中国的政府 专了西方民主制度的这种控制 美国等西方民主社会呢 他们都习惯于让中国 按照他们的牌理去出牌 他自己其实是没有什么引导 也没有引领 那么中国的老百姓啊 他其实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都经历过 我们曾经对一切都 包括这个中国的政府 都充满了一种信任 包括对他的领袖 对他的革命的大业 还有我们八十年代的时候 对于什么实现四个现代化 对于资本主义必将溺亡 社会主义必定 共产主义必定胜利 深陷不已的 但是呢现在呢 我们是通过一 可以说是两代人 乃至三代人的 泄泪的这种经历 得出了产生了这种不信任的 这种情绪 而这种不信任的情绪 其实今天在中国已经渗透到了 无数人的骨髓里面 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以及中国人的生活当中 什么都不相信了他们 那么但是呢 这种不相信 包括不相信政府的表态 不相信媒体的报道 不相信身边的人 奇怪的是西方世界他相信啊 这个WTO就相信了嘛 等到多少年之后就发现 骗子骗子 所以他们没有这种经历 所以西方世界相信了 和我们当年的相信一样的 因为西方世界他们有一个误解在哪里 就是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 一切都会改变 加拿大不是跟中国搞了多少年的人权对话吗 有什么用呢 后来说是浪费钱财 他们还曾经帮中国的检察院法院 培训过法官呢 后来发现这些人到加拿大来 公费旅游啊是吧 所以他们对中国的这个社会本质上面 缺少了解 身边也没有多少有中国生活经验的中国通 而且再加上前面说到的一些渗透啊 一些代代言人代理人 以各种不同的角色 在传递对中国政府有利的声音 那么这些呢就导致呢 他们的很多的误判 那么911之后呢 其实给中国带来的一个新的契机 因为美国呢 他因为要开辟啊 两个反恐战场嘛 他深陷泥禅 不能自拔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确实呢 给中国很多的机会 可以 他们其实可以 就是为了换取中国政府 对反恐的一些帮助吧 他们可以纵容他 干一些西方社会 不喜欢干的事情 那么新的这个绥靖主义呢 其实到今天呢 应该说到现在为止 还是一种主流的声音 我们看到西方世界的那种 就是一人有难 不伸出元首 比如说挪威 搞了一个诺贝尔奖 哎呀妈 这个完了 那个中国去敲打他 你见到有多少人伸出元首的 没有啊让让你搞啊 加拿大现在不是被欺负了吗 被报复了吗 不就也就美国说出来说几句嘛 不痛不痒的话 具体怎么做还不知道 所以无缘呢 所以我就特别怀念了 你跟那个撒切尔夫人那个时代 这个世界需要有一个 像你跟撒切尔夫人一样的 这个自由的斗士啊 但是我们失望已经很久了 我们在政坛上见到的 不是有远见的政治家 而是专营的杀人啊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 但是我们必将为止 付出惨重的代表 黄和平你这一说我心情也很沉动啊 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抵制这种红色渗透呢 那我这个悲观情绪就更大一些了 目前为止没有很好的办法 或许这一代人完成不了 启蒙不需要一点都不需要启蒙 你去问问今天来到海外的那些中国人 不管是富豪还是技术移民 还是这个其他这个各种各样这个移民 他们如果不知道西方民主社会比中国这个社会 这种体制好的话 他们不来了呀 不来了 所以有人说要启蒙要动 不要启蒙 一点都不需要 他们的道理比你知道的还多 他们现在需要的什么 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变成行动 这个很难 要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出来也很难 因为他们其实是带有本色的原汁原味的 把以前在中国生活的那些法则 那些游戏的那些规则呢 他们可以说是原本的带到了我们华人社区 由于这些人不断的聚集呢 他这种丛林法则呢 在我们华人这个小社会里面呢 畅行无阻 变成是另外一种在西方社会的一种规则了 该说的不要说有风险 该批的不要批可能有麻烦 有人说了别弄不好回去 60岁退休工资都没了 有人还惦记着他的退休工资 你说他还能跨住万步吗 所以当然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顾虑的嘛 是不是 别说说说说中国都回不去了 家人都不能回去干了 这难道不是故技吗 要知道我们现在是跟谁在PK嘛 所以我为什么对海外那些 倡导民主的那些这个民运人士 都特别的推崇 特别的敬仰 他们又没有拿过什么民运卷嘛 说一定要消费完毕啊 他们都是海外的这居民或者公民 他们为中国民主献身 这是一种一种情怀了 但这种情怀 其实90%以上的移民到海外的 多多少少会有一点 但是呢 他们故意淡化这些 然后呢 他们按照在中国的那种生存的法则 然后在海外生活 确实不错 政治离我们很遥远 我们为什么因为有红色渗透 他又不渗透到你家里去 是不是 所以完全可以全然不顾 有些人更是一种逃避 说我现在主要跟洋人在一起 我这个华人社区 我都基本上不参与了 逃避 没有一种对于本族裔的 这个社区的奉献精神 没有一个稍稍站在一定的高度 来看到我们华人社区以后 和这个居住国的这种融合 和谈抵御红色渗透啊 不可能的了 是吧 你就是叫他 就说去抗击一下 或者去反制一下 他有一百零一个理由 他都不去 所以今天的这个华人社区 为什么令我失望呢 就是那种对于红色渗透也好 对于其他的一些华人社区的这样 或者那样的问题也罢 反制的声音没有壮大 没有壮大 不是因为大家没有启蒙 觉悟不高 不是的 是因为为此付出的代价太高 专栏不是被撤了吗 工作不是黄了吗 如果再加上说回到中国又喝茶了 那就更麻烦了 对不对 办不着嘛 人生有限 生命可贵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呢 恰恰是我们的一种局限性 所以我拿这些说事呢 不是把自己撇除在外 我是拿出来共勉的 以后我们一定要更好的做这方面的工作 然后呢 从自己做起 从现在做起 否则的话 就是遗害我们华人社区 遗害我们的下一代 这个我不是伟言耸听啊 真的是不是伟言耸听 我举个例子 加拿大有一个特别基要的部门 人都说了就不用你们大陆来的华人嘛 但这个话不能明讲 人家这个有关涉及到这个华人 这个需要有华人参与的一些事情 都是台湾东南亚来的 还是这个出生在这里的一些华人 就话中文都讲不溜的这些人 那没办法呀 去了之后再继续学 总比你大陆来的强一些吧 当然我们是自己解读了一下 他为什么不敢呢 不就是对你这个族群有怀疑吗 但这种怀疑要影响了第二代 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罪念 是吧 罪念是我们造成了下一代 我们都是为了 有好多都是为了孩子来的 结果你自己为了明哲保身 结果这个人家用另外一种眼神看着你的什么 完了 孩子本来比如说是要到这个航天科技 高高精尖领域负责的什么工作 哎哟 政审通不过呀 安全测试不通过的 这个有没有发生 发生过的呀 这为什么呢 不就是我们这代人中的孽吗 所以有的人都是沾沾自喜 退休工资是拿到了 但其它是这样 所以这一点呢 我觉得我们华人呢 哎呀恐怕真的是跟那个古巴去美国的 这个越南去美国的还真不一样 我们不要否认这种差别 我们就是这种人啊 所以呢 呃 我不见得 在未来的几十年当中这个现象会有改变 除非中国改变 黄河边先生认为 中共对海外媒体的红色渗透 由来已久 形势严峻 中共通过经济合作等多种方式 控制海外中文媒体的话语权 以严重影响了华人社区的声誉 遭到西方主流社会的抵制 海外华人对红色渗透赶路不敢言 担心经济利益和回国探亲受阻 从而使其严重泛滥成为公害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黄河边先生